來 看看這個星報 這個國內政府機關和這個學校 有十幾項的工廠 總共有三十多頁的表案 這個台南的紅塵英哲公司 這個月初一開始 說在北部 南部和東部 一些學校的工廠 鄉鄉人聽工 現在說這間公司開了 這個手上的支票 也已經有在買 白毛髮頭髮的綠落 所以其中這個台東 專科學校的一些學校 學校的改建 有哪有遲到 台東專科學校 今年三月當初新興好下 當時民眾非常期待 今年六月第一完工之後 新的台東專科學校 可以提供更好的教學環境 祈民更多學生來討 不過現在團出 先報這項工廠的 台南紅塵英哲公司 在不出場方 三月以後開始 要符合七十多項 會有手上的支票落下跳票 台東專科學校 新興學校的工廠比別天堂 會有手上輔助人 都到港鐵關係 不過工廠國文公司表示 已經要求英哲公司 在後禮拜提出貨工業會 如果說沒辦法理想 也有連帶保證公司的出面負責 知道他們內部 可能會有一些重整 工廠目前停工狀態 多少對學校的進度 會有所影響 紅塵英哲 先報台東專科好好 新興學校學校的工廠 包括行政大樓 剛好大樓 和道士館 以及所有學校的工廠 大概有七到七千萬的工廠建費 好好以工廠進度 已經有了兩億多 但是後來年度跟學校有別的關係的 學校授舍工廠 強行政大樓後一兩五月 但是好好表示已經採取應變措施 不會影響到學校的款頁 進度可以趕得上 但是我們還是有做應應的 這個應變的策略 我們已經在跟東大 以及體中在做一個協調的過程 其實紅塵英哲在國內相報的工廠 除了台南專科好好 要求提府會和報告 以及南部的國秀 和國中央十多行的工廠 總工廠費1930多億 目前郭佑部和調查局 已經開始協助調查處理 記者綜合報道 記者綜合報道